泰国是大必有景点 泰国是一个位于中南半岛中心的东南亚国家 它与缅甸、老挝、柬埔寨和马来西亚接壤 泰国人口超过6900万,首都是曼谷 官方语言为泰语,货币为泰珠 泰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 当时它被称为先罗 泰国这个国家受到了佛教、印度教、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其美是一天 酸、咸和辣口味的平衡而闻名 泰国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 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前来体验其美丽的海滩 茂密的丛林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该国还拥有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生产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汽车零部件 农业仍然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稻是泰国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该国拥有许多国家公园 这些公园是大象、老虎和长臂猿等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泰国还拥有一些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寺庙 例如曼谷的玉佛寺里面供奉着一尊玉佛像 总体而言 泰国为每个人提供了从其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到充满活力的城市和美味的一切 使其成为亚洲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这次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泰国时大必有景点 第十 宿可泰府 宿可泰历史公园 宿可泰历史公园 是位于泰国宿可泰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这是一个考古遗址 包含宿可泰古城遗址 宿可泰 是1238年至1438年第一个泰国王国的首都 公园占地70平方公里 包含200多处遗址 包括寺庙 佛塔 宿可泰历史公园和其他建筑 宿可泰历由兰干通国王于1238年建立 并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 它已结合了印度和中国文化元素的艺术和建筑而闻名 这座城市还以其宗教宽容和将上座部佛教作为国教而闻名 鼎盛时期 宿可泰是东南亚主要贸易中心 与中国、印度、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均有外交关系 宿可泰历史公园的遗址分为四个主要区域 中区包括马哈泰寺 北区包含沃西上西区 包括沃西方云和南区包含沃萨西 每个区域都包含许多 鉴于宿可泰历史不同时期的寺庙和其他建筑 最著名的建筑是马哈泰寺 它被认为是泰国最重要的佛教古迹之一 其他著名的建筑包括 沃西区阿米一座拥有大型座佛像的寺庙 沃西方云一座拥有大型立佛像的寺庙 和沃西一座拥有大型卧佛像的寺庙 宿可泰历史公园的游客 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探索遗址 也可以参加导游 了解这座古城的历史 公园内还有几家博物馆 提供有关宿可泰历史和文化的信息 除了亲自探索遗址外 游客还可以在晚上 欣赏传统的泰国舞蹈表演 或参加附近湖泊的骑大象 或乘船游览等活动 宿可泰历史公园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 让游客可以深入了解泰国的过去 同时也提供大量的探索和娱乐机会 它是泰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为游客提供难忘的体验 让他们在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后 仍会久久难忘 曼谷正王庙或黎明寺 是位于泰国曼谷的一座佛教寺庙 它是这座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地标之一 被认为是泰国最美丽的寺庙之一 这座寺庙建于大城府时期 1350到1767年 最初被称为Walt Maycock 1768年 正姓王在通武里建立新都时 将其更名为正寺 正王庙的主要特色是它的中央Prenta 高八十多米 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瓷器和中国陶瓷 Prent象征着虚弥山 印度教佛教宇宙观中的宇宙中心 它周围的四个较小的Prince 代表围绕虚弥山的四大洲 整个建筑群还包括其他几座建筑 例如Vehern礼堂 Uberset祭堂 Keddie佛塔和几座供奉各种神灵的较小神殿 寺庙场地每天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开放 但下午四点后 游客不得入内正王庙免费入场 但游客必须穿着得体 不允许穿短裤或无袖衬衫 在里面游客可以探索装饰寺庙建筑群墙壁的许多神殿和雕像 也可以爬到中央平台的顶部 欣赏横跨眉南河的曼谷天际县的壮丽景色 正王庙已成为曼谷乃至整个泰国的重要标志 既代表了其宗教遗产 也代表了其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崛起城市的现代身份 它也是来自泰国各地的佛教徒的重要朝圣地 他们到这里拜佛 并在建筑群周围的各个神社供奉鲜花 香烛和蜡烛来做功德 参观正王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他将要您对这座雄伟的寺庙建筑群留下持久的回忆 这座寺庙建筑群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自豪地矗立在曼谷上空 第八 青麦府因他农山国家公园 因他农国家公园位于泰国青麦府 它是泰国最高的山峰 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 公园占地面积482平方公里 吸息着多种动植物 该公园成立于1972年 以清迈最后一位国王 因索维卡尔能国王的名字命名 公园有两个主峰 德英泽嫩和德罗安权道 两座山峰都海拔超过2500米 可以欣赏到周围乡村的壮丽景色 园内有长绿林 落叶林 草地 竹林 山地林等多种生径 公园内还有寄出瀑布 包括Mayclan瀑布和Mayya瀑布 该公园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包括长臂园 猕猴 雄 鹿 野猪 豹子 老虎 大象 和许多鸟类 对英泽嫩国家公园也有几个文化景点 例如供奉英泽赫嫩国王的寺庙和纪念碑 以及许多山地部落村庄 游客可以在那里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传统 英泽嫩国家公园的气候因海拔高度而已 但一般从凉爽到寒冷冬季气温降至冰点以下 参观公园的最佳时间是11月至2月 此时气温较为温和 但夜间仍会很冷 因此游客在这段时间参观时 应带上保暖衣物 对英泽嫩国家公园 以其迷人的风景和多样化的野生动物 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体验 使其成为泰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 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 无论您是想要冒险 还是只想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放松身心 这个国家公园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第七 贾米府莱利海滩 莱利海滩位于泰国贾米府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丽海滩目的地 越来越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欢迎 它位于大陆和皮皮岛之间的半岛上 只能乘船抵达 海滩本身分为两部分 Railay West和Railay East Railay West是两者中更受欢迎的一个 拥有白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 它也是泰国一些最好的攀岩点的所在地 这里的石灰岩悬岩 非常适合寻求挑战的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以及想要学习如何攀登的初学者 Railay East比它的西方同行更安静 但同样美丽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隐蔽的小海湾和隐蔽的西湖 周围环绕着茂密的丛林植被 该地区还拥有珊瑚礁和丰富多彩的鱼类 提供一些绝佳的福钱机会 来历海滩周边地区充满了公游客享受的活动 有许多水上运动 如皮滑艇 历史单桨冲浪和反散运动 适合那些寻求肾上限速激增的人 对于那些寻找更轻松的东西的人来说 有很多游船 可以探索附近的岛屿 或在海湾周围 进行日落巡航 还有几家餐厅就在海滨 提供美味的泰国美食 您可以一边享用美食 一边欣赏壮丽的海景 如果您正在寻找住宿 那么从豪华度假村到经济型宾馆 来历海滩总有适合您的所有预算的地方 许多酒店提供的套餐 包括攀岩或福钱等活动 因此您可以在不花大钱的情况下 充分享受在这里的住宿 总的来说 来历海滩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目的地 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无论您是在寻找冒险还是放松 凭借其迷人的海滩和清澈的海水 难怪这个地方如此受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欢迎 第六大城府历史公园 大城府历史公园位于泰国大城府 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也是东南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公园内有旧首都大城府的废墟 大城府建于1350年 在1767年被缅甸军队摧毁之前 遗址是先罗 显为泰国的首都公园占地289公顷 包含200多处遗址 包括宫殿 寺庙 修道院 和雕像 公园内最著名的遗址是 这是一座曾经是皇宫一部分的寺庙建筑群 这座寺庙建于拉玛仪式国王统治时期 1782到1809年 拥有三座用灰泥装饰的大佛塔 其他著名的遗迹包括马哈泰寺 其中有一尊大佛头缠绕在树根上 有两个大佛塔 Waterfront Ram里面有一尊大卧佛 该公园还包含数个博物馆 展示大城府过去的文物 其中包括收藏大城府黄金时代文物的 梅南河国家博物馆 邦巴英库宫博物院 和大城府历史研究中心 游客还可以探索几处古代遗迹 如Prime Kick城门 Prime Samyat三头像神殿 和Prime Ray小神殿 大城府历史公园是泰国和外国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它让游客有机会探索泰国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欣赏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奇观 游客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公园 也可以自行探索公园内还有几家餐厅 游客可以在这里享用传统的泰国美食 同时欣赏大城府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地标景观 第五 贾米府皮皮岛 皮皮岛位于泰国贾米府 是由六个小岛组成的令人惊叹的群岛 这些岛屿以及美丽的海滩 清澈的海水和茂密的丛林而闻名 两个主要岛屿是Cofifi Don和Cofifi Let Cofifi Don是最大的岛屿 也是大部分人口的家园 这是一个繁华的旅游目的地 拥有众多住宿选择 餐厅和酒吧 还有几家商店出售纪念品和沙滩庄 皮皮岛的主要海滩是通塞湾 那里有白色的沙滩和碧绿的海水 这里是游泳 福钱和日光浴的热门地点Cofifi Let 是两个主要岛屿中较小的一个 没有常驻居民 它拥有泰国一些最迷人的海滩 包括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海滩而闻名的马亚湾 岛上还有几个石灰岩悬崖 可以欣赏到周边地区的壮丽景色 岛屿周围的水域充满了海洋生物 使其成为福钱和潜水的理想场所 Cofifi Don周围有几个潜水点 包括Sharp Point 那里是黑旗交沙 所欲和黄鲦鱼的家园 还有许多珊瑚礁和二战沉船 可供探索 前往这些岛屿的最佳方式 是从贾米镇或普吉镇乘坐渡轮 或从贾米府的澳南霍莱利海滩乘坐快艇 到达岛上后 有许多活动可以让游客忙个不停 例如皮滑艇 攀岩 从领途步旅行 或只是在众多海滩之一放松身心 皮皮岛的美丽 使其成为任何到访泰国南部地区的人的病游之地 凭借其迷人的风景 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丰富的活动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些岛屿 如此受世界各地游客的欢迎 第四 赫勒福考爱国家公园 考爱国家公园位于泰国 赫勒福是该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 它成立于1962年 是泰国第一个建立的国家公园 公园占地面积2168平方公里 拥有种类繁多的动植物 该公园以其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 壮观的瀑布和多样化的野生动物而闻名 这里吸吸着300多种鸟类 包括吸鸟 老鹰和野鸡 还有大象 老虎 熊 长臂猿 猕猴 鹿和野猪等70多种哺乳动物 眼镜蛇和蟒蛇等爬行动物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考爱国家公园为游客提供各种活动 整个公园都有不同难度的远足境 游客还可以去露营或参加官鸟或野生动物观赏之旅 公园还有几个观景点 游客可以在那里欣赏周围景观的壮丽景色 公园有多种住宿选择 从豪华度假村到经济型宾馆 还有供应当地泰国美食和国际美食的餐厅 游客还可以从当地商店购买纪念品 或参观附近的景点 如葡萄园和大象营地 考爱国家公园是大自然爱好者 在泰国美丽乡村寻找独特体验的理想目的地 凭借其多样化的野生动物和迷人的风景 难怪这个国家公园每年继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第三 曼谷沃佛寺 沃佛寺位于泰国曼谷 是该国最古老 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 它也被称为沃佛寺 供奉着一尊46米长的镀金沃佛像 沃佛寺建于16世纪的大城府时期 此后曾多次修复 它被认为是曼谷最古老的寺庙之一 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 寺院建筑群占地8万平方米 供奉佛像1000多尊 沃佛寺的主要景点是46米长的镀金沃佛 上面覆盖着珍珠母被装饰 该雕像描绘了佛陀进入涅槃的过程 据信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周围还有四个较小的雕像 代表它的门徒 寺庙建筑群还包含许多其他建筑 包括几个佛塔 佛堂 礼堂 图书馆 借堂和传统泰式按摩学校 沃佛寺 还拥有许多描绘佛教神话场景的壁画 以及描绘大象 狮子和猴子等各种动物的雕塑 沃佛寺已成为泰国传统医学的重要中心 其按摩学校 是其主要景点之一 学校提供传统泰式按摩技术课程 据信这些技术具有治疗功效 游客还可以全年参加冥想课程 或参加沃佛寺的宗教仪式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 和在佛教中的重要性 沃佛寺已成为曼谷 乃至整个泰国的重要文化地标 它仍然是曼谷 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 前来欣赏它的美景 并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 第二 清脉夜市 清脉夜市是位于泰国清脉市中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它是东南亚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夜市之一 自1980年代后期开业以来 一直是当地人和游客的热门购物场所 市场每天下午六点至午夜开放 提供从传统泰国手工一品 到现代时尚商品的各种商品 清脉夜市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室内市场和室外市场 室内市场由几座大型建筑组成 有数百个摊位 出售从服装到经验品的各种商品 大楼内还设有几家餐厅和酒吧 提供各种当地菜色和饮品 户外市场位于一个大型露天广场上 供应商在那里摆摊出售他们的商品 在这里 您可以找到从手工饰品 到传统泰国小吃的各种商品 清脉夜市 以及充满活力的氛围而闻名 整个晚上都有音乐播放 街头艺人以及独特的表演娱乐游客 这里也是品尝美味当地美食的好地方 因为有许多小吃摊 提供泰式炒河粉 Sometime La Muga Sala Core S.O.I. Kali Mien 等美味清脉夜市 还未寻求不同于购物的游客 提供多种娱乐选择 集市内有几个现场音乐表演场所 以及放映国际电影和泰国经典电影的电影院 还有许多按摩院以合理的价格 提供传统的泰式按摩 清脉夜市是寻求泰国北部首都 真实体验的游客的理想去处 凭借其丰富的商品选择 热闹的氛围和娱乐选择 难怪这个繁华的夜市 成为清脉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第一 曼谷大皇宫汉玉佛寺 大皇宫汉玉佛寺是泰国曼谷最具标志性的两个地标 这两个景点位于市中心 是任何来曼谷的游客必去的地方 大皇宫是一座庞大的建筑圈和庭院 曾经是仙罗及泰国国王的官邸 由拉玛仪式国王于1782年建造 这里是泰国几代皇室成员的居所 宫殿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 其华丽的建筑和色彩缤纷的装饰 在里面游客可以探索各种寺庙 平台楼阁和其他建筑 宫殿内最著名的建筑是玉佛寺 里面供奉着一尊玉雕佛像 玉佛寺是位于大皇宫附近的另一座重要寺庙 它由拉玛仪式国王于1448年建造 被认为是泰国最神圣的佛教寺庙之一 这座寺庙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像和雕塑收藏 描绘了各种佛教神灵 以及位于其中心的大型金色佛塔 在里面游客可以欣赏描绘佛教神话场景的复杂壁画 以及描绘古代仙罗日常生活场景的美丽壁画 大皇宫和玉佛寺是任何到访曼谷的人必看的两个景点 他们一起提供了对泰国丰富文化遗产的洞察力 并为游客提供了探索其一些最重要的宗教场所的机会 无论您是想了解泰国历史 还是只想拍一些令人惊叹的照片 这两个景点绝对应该在您访问曼谷时 也入您的名单看完请帮我订阅哦 如果有想去的国家和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